這是李君臣 這次我們演唱會的歌曲 說起來 歌手的意義都很緊張 我看到藥土的主要 我發覺說 雖然藥土的文學作品很少 但是在英國藝術的中間 它將到很重要的角色 它是英國生活快樂最大的專案 我們藥土的文學資料 我們都知道 醫生差不多很多時間 都會交給他在打過 所以我這次議題說 要讓我們英國人家的信證不要那麼緊張 所以我才把那個藥土的這條 賣給我們這個藥土 才比較輕鬆 因為藥土的一世年 雖然他們的名字都很疑愛和刺濁 跟我們台灣的藥土的名字一樣 但是他的資料裡面 都說過了一句話 也沒有辦法打開 底下下去 所以我希望他從唱我理想的一生 也會讓你展露我們活力的轉圈 所以我最後一句叫做 希望我們驚春有生酒 給他